加入蛋 麵粉 糖等原料用機器攪拌 再把打好的麵糊放入擠化袋中 在煎台上擠出像奶油般 軟軟綿綿的舒芙蕾麵糊 蓋上蓋子 等待15分鐘後掀蓋 雕散出濃濃奶香 翻面後微焦的鬆餅皮 看了就令人吹咸三尺 舒芙蕾來講就是它會比較偏鬆軟 對…質地不會說很硬 屏東市這個小攤專賣鬆軟 就像雲朵般綿密的舒芙蕾 業者自製多種口味的卡士達醬 搭配焦糖 珍珠 水果等配料 口味相當多元 最低只要銅板價 比較受歡迎的應該就是 焦糖原味跟提拉米蘇 它目前還有一個泰式奶茶也蠻受歡迎的 你像提拉米蘇的話 它上面我們就是點綴的話 就是提拉米蘇的餅乾圈 泰式奶茶的話 上面是直接 我們是直接用那個小麥豆 那吃起來那個口感算比較融合啦 除了經典人氣口味 業者也提出季節水果口味 將兩塊厚鬆餅堆疊起來 淋上自製的草莓卡士達奶醬 再放上新鮮草莓還有棉花糖 夏季則有芒果口味 很受消費者歡迎 真的很好吃 它裡面就酷酷的 外表是酥酥的 然後草莓又是新鮮的 然後整個都有草莓香 舒芙蕾吃起來是比較綿密 雅滋焦糖的 它有烤鍋的那種炭焦的味道 它們有時候會換新換新啊 有時候要看季節 有時候是草莓 有時候是芒果不一定啊 鬆軟的舒芙蕾味覺視覺都很有吸引力 搭配卡士達醬還有配料一起吃 口感更有層次感 為了呈現舒芙蕾最完美的口感 夜熱彩現點現做提供顧客外帶 為避免酒夠建議提前預訂 記者張如雲 楊正義採訪報導 記者張如雲 文革 快點